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段同样的位置 比较好的呢 今天是我赶上了上海的屏流物 在这边给大家直播 不是直播 录播啊 回头等我把这两段岩石处理好 拼接好之后 再一起跟我现在录制的屏幕视频分享给大家 目前来说呢 我是采用了最笨的办法 一条航线 然后去分段多段 但是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你要记住 你最后结束的位置 千万要记住 否则的话 那后面就有可能是拼不起来了 当然像陈森那种方法 直接封城多段 那是最好的 但是你要对你的电池的时间 要把握的相当靠谱才可以 就是计算的很精确 特别是越远的 你要考虑飞过去的距离要多长时间 然后再拍下多久 提前下来了也不行 晚下来了也不行 对于后面拼接都会存在问题 好了 那回头等 等我处理好了 再给大家看看我最后的成果 来看一下 我现在在用荔枝拍摄多段延时 我已经拍摄了第一段 那我的办法呢 比较简单 就是用直线的方法去飞 也不用设多个行点了 但是就是一定要记录好自己返回的位置 比如说我现在飞到这个房子的地方 那我待会呢 我就在这条航线上面 这段房子的前面的点就要开始拍摄 记住这个之后呢 一样可以达到多段的拍摄目的 相对来说呢 不用设那么多航线 也不会容易混乱 相对来说呢 更加容易一些 唯一不好的呢 就是他必须要先到一点 就是完全是按照这个航线去走 但是相对来说呢 觉得还是比较不错 然后因为我是拍摄多段的 所以我就也就不去手动设置快门了 全部按照五秒间隔去拍摄 因为按照五秒来说 这个拍摄的量已经也足够了 因为我牵涉到是多段的拍摄 回头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成果